你一定要先改UTF8 再把文字貼上來 或者是你乾脆就 記事本裡面有另存新檔的功能 裡面你可以再把它儲存的時候 這邊就有一個編碼 把它改UTF8 應該這樣的方式也可以 就是說 記得就是把它改UTF8 你不能說你直接在這邊改 像現在這樣改的話 改完之後就變亂碼 所以這邊要特別注意 另外再來就是說 Spinner部分 剛有同學就遇到問題 那問題就是說 比如說我們現在 假如我把它多個起 什麼 就是比較長一點的文字 那你會發現一個問題 就是說那個TestView怎麼樣 它不能捲動 它變成底下的就看不到了 這樣不合理啊 你總不能看一半 底下怎麼辦 看不到 那 這裡的話呢 我們就必須用一個方法解決 那比如說我這邊 修一次給各位 Spinner Spinner 我再把那個重點 再提示給各位 我剛剛改了幾個地方 那等一下再來講 這個解決剛剛那個問題 就是那個 捲動的部分 那我剛剛講這個Spinner 其實這個Spinner的空間 會比RadioButton來的大 因為RadioButton 就是你要做好幾個 其實也花時間 然後呢 要去做一些 宣告連結 也會多花幾行程式 Spinner的話呢 就比較簡單 所以你們等一下 如果已經做好RadioButton的話 可以試試看 上面就加一個Spinner 在這裡拖拉過來 我名稱改成 SP01 底下沒改 一樣是這個 TestView 那另外的話呢 我還有改 第二個就是 裡面的文字 假如說呢 你要快速的增加文字進來的話 那記得就是說 在這個Entries裡面 這邊有一個屬性 Entries裡面 去做那個什麼 連結到那個 這個叫做Values裡面 有個Street 你就在這個Values裡面的話 建立一個什麼 Add的時候 建立一個叫做String Array 那這個String Array呢 我給它的名稱叫李白 好了 英文的名稱李白 OK 那Item的話 你就分別把 那個S的名稱 分別把它加上去 那我是用複製貼上 把那個S的名稱 放上去就可以 那另外如果你覺得這個方法不好用的話 你可以切到 這個String Example裡面 你也可以怎麼樣 自己去編輯 把它當成是Example的一個檔案 然後有一個Item開頭 Item結束 這樣也可以 所以如果說你有大量的資料 你也可以用這樣的方式 把它貼過來就可以了 好 那這樣的話呢 我們就會增加一個String Array之後的話 再把 這個地方 選擇Entries 這個String Array的屬性點一下 就可以看到這邊一個Array了 這樣的話就可以放進來 但是這個方法最大的缺點就是說 跟撰寫程式最大的缺點是 這個地方 它沒有辦法去更改它的外觀 就變成說一定是黑白的 你什麼就是什麼 沒辦法更改 如果你要更改外觀 比如說字要放大 或要換顏色的話 那你就變成要撰寫程式的方式 我想這部分前面有講過 如果還不太熟悉的同學 回去請 做個複習 應該是在前面 第五章的地方 回去 再花一點時間看一下 那個什麼 第五章的什麼 黑米山那些臭豆腐那個 應該有印象 OK 確定之後的話 我們的清單就可以叫進來了 叫進來之後的話呢 再來就是說 我要能夠 點了哪一個 就可以執行哪一個 那程式部分要做判斷 那程式做哪些判斷 主要我就直接修改這個地方 幾個地方 第一個呢 一樣宣告 宣告它嘛 我把它名稱改 SP01 然後連結 這個我想前面都講過 應該都一樣 那最大的差別是這個 SP01 它的事件 它是要哪一個事件呢 記得這個也稍微把它記一下 其實我也是set on set all 打完之後 就用選的 叫Item 項目 Sled 被選取 的一個Listener 所以叫 On Item Sled Listener 反正你 多用幾次應該都記得起來了 我其實 Android還是很花腦力 你還是要記很多東西 如果你沒有常常用的話 還是很容易忘記 那怎麼辦呢 像我的習慣是 反正我放在雲端上面那些都是我的資料庫 我有時候忘記沒關係啊 瞄一下就會了嘛 瞄一下 因為有時候 說真的 那如果你覺得雲端有時候很麻煩的話 你導播怎麼樣呢 把它印出來 找一個筆記本 貼上去 做記錄 這樣也是個方法 以後你就隨時翻 就可以找到 找到Key上去就好了 其實 有些東西 不需要硬背 說真的你背這麼多 一定會忘記 所以盡量 一定要在你 最容易找到的地方 馬上可以看到 馬上程式就可以寫出來 不然的話 這些程式 將來還是會被用到 用到的時候 你要去哪邊找 又忘記了 找不到 翻書 翻來翻翻 還是找不到就麻煩 所以盡量 放在你可以看得到的地方 然後另外一個什麼呢 這個Spinner 後面呢 就是點 On item slate 實際上就是後面這一串 所以這個可以把它當公式 把它貼過來 然後新增未實作方法 再來的話呢 它會產生兩個方法 一個方法的話呢 就是什麼呢 On item slate 這個方法 另外 底下我印象中 還有一個什麼 On nothing slate 就是沒有選 有選跟沒選 那通常 只要去 實作上面的方法 就好了 下面這個方法 一般就是空的就好 另外呢 我這邊判斷 比如說判斷到底是選的哪一個 那你會想說 那怎麼會 老師怎麼會知道 ARK2 就是 項目呢 其實呢 這個也是 Android的共通性 反正呢 以後你看到 只要是spinner 或list view 它的回傳的那個 資料形態 是int的話 那通常就是index 就是index 那這個其實我是把它當 這個也是經驗啦 反正你的servview 或者是spinner 都一樣 然後呢 後面那個參數 就是 ARK2 ARK2傳過來 如果我現在點的第1 第1首 第1 第1個位置的話 那傳過來就0 因為它index從0開始 那點的第2個就是1 第3個就是2 那我只要怎麼樣呢 跟那個radio button一樣 如果等於0的話 那就是第1個 就是第1首 詩嘛 第2首詩 第3首詩 這樣應該就很 很簡單的 做判斷 你有幾首的話 反正就做判斷 就這樣子 那當然你就 唐詩300首 如果你要做唐詩300首的app的話 其實也可以這樣做 只是說人家一直卷一直卷一直卷 那你要怎麼判斷呢 哇這就麻煩了 所以是應該還要做分類啦 你不能全部 300首全部if 然後呢 再300個elseif 哇那你會寫 寫到瘋掉 可是你說這樣不行嘛 還是有人這樣搞啊 還是有人這樣做啊 可不可以run 可以run啊 會有bug 不會有bug 還是run的出來 只是說這樣的方式當然不好 OK那接下來的話呢 就是 在執行 把那個 檔名給他 就run出來了 OK 那後面的話 這樣子我們就run出來 把它執行起來 實際上就是各位看到的 可是呢 點下來之後 現在這個是有scope 這個是我之後做的 那問題來了 一定 寫完之後 textview不會有scope 便你拉不下來 如果是 詩的話應該還可以 但是如果是小說的話 一定很長 那小說你就不能說 卡在那裡 下面沒有了 是不是 那怎麼樣可以讓它往下scope 最簡單的方法 方法有很多種 有的是 當我touch的時候 我去 就是去 怎麼去 判斷說 使用者有沒有touch 有touch的話 你就把它轉換成那個事件 這個事件就是可以scope 可是這個寫比較麻煩 那我會用很多方法 所以我發現 最好是完全不要寫程式 不要寫任何一行程式 就是scope的話 最簡單 就是用什麼方法 用這個方法 各位可以找一下 方法很多 網路上你搜尋一下 一樓框 可是最簡單的方法 我發現是這個 在combo size裡面 combo size裡面 就會有一個什麼呢 scope view 就這個東西 也就是說 這個scope view 不能單獨使用 它一定要在 比如說text view 把它包在text view的外面 就會有一個 它有點像是一個 一個容器 你只要把text view放進去 它就會有scope的效果出來 那要怎麼使用呢 第一個請你把它拖拉到 text view的上面 放開 它會自動加一個什麼呢 linear layout 輕易把它丟進來 把text view丟進來 丟進來之後的話呢 它就會跑到裡面 可是呢 這個時候你執行會有bug 為什麼 這個東西是不要的 但是呢 我們現在好像不能砍 如果你把它delete掉 會產生 可以 如果你可以直接把它按delete掉 刪掉就沒事 如果你這個地方 我剛有試過 如果說你刪不掉的話 你還是要怎麼樣呢 切到我們的 這個xml裡面 把linear layout的部分 把它怎樣 刪掉 不過你還是要把這個先搬進來 搬到裡面對不對 然後再把linear layout 給刪掉 這樣就可以了 把這個linear layout 刪掉 刪掉之後的話呢 我們就會 是包在裡面的 所以scope view 開頭跟結束 一定是 把 原來的text view 包起來 這樣就可以了 你把它save之後 再執行 各位就可以看到什麼 這個地方就會有卷軸 否則你這個地方scope bar是出不來的 OK 這裡我想各位試試看好了 可以試試看那個scope bar 怎麼樣產生的方式 畫面呢 再還給各位一下